哈囉 大家好 我是Gino 最位是逸璇 嗨 還有雲芳老師 嗨 大家好 我現在在北南移植公園 然後大家應該看過逸璇 就是他其實有出現在我的影片裡好多次 我IG其實很多照片都是他幫我拍的 這一次我們會來到這邊呢 是因為我有兩個MV 其實裡面的景啊 有很多都是雲芳老師幫我找的 但是上一次我們來環島的時候呢 我們就覺得有太多很漂亮的景 可是卻沒有時間拍 所以我們今天又再回到這邊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是要挑戰 24小時拍照之旅 就是把雲芳老師推薦的這些美麗的景 全部拍下來 看我們的逸璇 你覺得有自信嗎 就是盡力挑戰 老師有跟我們說 我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椅子本身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這邊有很多很美麗的景 它不只是草原 在這裡啊 你可以直接看到考古現場 在過去那邊還有一個 貝南移植公園的展示館 其實這邊有很多東西可以去逛 還有一個很像巨鎮的景點很漂亮 然後這邊到處都有鞦韆 然後還有一個大草地 如果你喜歡的話其實這邊超級適合野餐 好 開拍 開拍了 因為這邊景就是以光影為主嘛 所以我們可能先從樹啊綠色的拍一些 然後因為這邊還有球籤跟後面的毛草屋 然後拍完之後那邊的光影也滿漂亮 我們就去拍那邊 好 好 開始 你往後面再站一點 這邊真的很美耶 哇 大家最愛拍的鞦韆 真的 而且還有一個大草皮 怎麼躺都會很重要 躺都濕濕的 欸 你以為草皮躺下去很美好嗎 我現在腳都濕了 一張照片背後也是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就做辛勞 沒錯 有很多 其實都比較直嘛 所以就是剛剛想說要不要試一些 就斜一點的角度 就讓它現在可不可以都是直的 我現在應該是不做的 就是嗯 這樣就用一個就做小形 峻露的响 然後就去倒閉 然後說一些 然後就不做的 應該會不做的 也應該不做的 那邊進去 太陽 然後就去的時候 做一個 說得很大 搭乏 好啦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目前拍完了 推薦大家下次可以來這邊玩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就在火車站旁邊 所以你一出來超級近就可以到了 好 我們要去下一個時間點囉 GO 拍照 哈囉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二個地方 就是資本 但是這次來資本呢 不是來溫泉 不是來這邊的資本自然教育中心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在資本國家森林遊樂區裡面 對 我們剛剛 還有很多樓梯 所以現在有點小喘 怎麼辦 我們的健康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要多來這裡多運動 對 多踏青 來這邊其實我們很期待一個點就是 有一個有很多蝴蝶的地方 一群人想要去捕捉那邊的蝴蝶 那我們要有佛系拆蝴蝶 因為蝴蝶這種東西不是這麼好拍攝 可遇不可求 對 希望我們等一下可以成功 對 然後阿金呢 今天是扮演一個可靠的角色 喔 阿金完了帶我們原本 穿好的鞋子 唇膏 然後還有一些 衣服 我們就要放著 欸 皮帶 欸 你自己也知道齁 我們現在來到了資本自然教育中心 戶外場地 對 然後我們現在有看到很多蝴蝶 看到蝴蝶是不是該抓一下 嗚呼 嗚呼 這邊 賺錢 這邊其實重點就是很多蝴蝶嘛 這邊有一個景 像有流水 你有沒有想像那個 小喬流水人家 所以我們等一下是取一個長的照片 然後你去走到那邊的中間 然後我們可以拍一些美麗的背影 在這個自然教育中心裡面呢 有一個好漢坡 有1088階 不是給人走的 它是裝飾用的 這些走上去的人 就是勇者 好漢 非常的好漢 這個瀑布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它叫做石雨瀑 就是它是只有在下大雨之後才會出現的 所以不是一直都會有 所以我們現在很幸運的可以看到瀑布 那一條好美 好啦 那我們在自本自然教育中心這邊的照片已經太完惹 然後跟大家也順便介紹一下 就是他們這邊有一個粉布 然後在這裡呢 其實他們會有很多的環境教育課程 然後像易軒啊 這個你們猜是什麼 風蠟布 風蠟布呢 它其實就是用風蠟 把它加熱 然後跟這個布就是融合在一起 就會變成防水的 把這個布去把它做成各種不同的形狀 可能像這個呢 就是食物袋 帶出去啊 三明治什麼的 你就可以把它裝在這個裡面 這個呢 就是他們做成一個可愛的小杯杯 我今天才發現竟然可以做成這個 我看一隻猴子耶 哪裡 喔 它跳走了 OK OK 好 然後就是 如果你把風蠟布攤開 也可以把它做成像是保鮮膜一樣 但它就是天然的 所以這邊有非常多的課程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來 那我們就下一站了 YA 嗨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下一個場景了 歡迎阿金來到我們 台東縣環境教育中心 那台東縣環境教育中心呢 就設在我們台東縣的 本畫場裡面喔 那這個場域很特別 所以跟著阿金 我們來到裡面去看看吧 哈哈哈 走 身為一個YouTuber 學生攜帶一個板手也是非常正常 非常合理 換完衣服了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要去拍攝現場 哇這個地方真的太酷了 你看 第一次來到這種地方 它超級工業革命的那種工廠裡面的樣子 不覺得這邊好像隨時都有鋼彈跑出來嗎 那個門就打開了 現在我們在的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台東縣的焚化場 那這個地方已經停機很久了 不然呢 如果現在這個地方是開的話 其實應該是超級熱 我們那裡面會被融化 自然它停機之後呢 這個地方就變成台東縣的環境教育中心 等一下我們會過去看 期待 好不好 阿金平常要拍一些可愛的辣辣的照片 今天能不能拍出酷酷照呢 期待我們一宣 開始 我現在找到了一個 跟這邊比較不一樣的地方的一個走廊 讓阿金可以拍一些不一樣的背景 太熱了 這個地方不是人呆的 好我要趕快去換裝 等一下呢 我們下來看照片 好期待喔 剛剛拍好久 好累喔 我們已經需要好多地方拍了 阿金 阿金有沒有看照片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剛剛拍的美照 來 欸太帥了吧 我現在很少拍這種風格 我也是可以酷跟帥的嗎 其實這個場地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進 分化的這種場地 就是很眼花撩亂 然後又因為它下面就是很玄空啊 所以其實我們就挑戰了蠻多 像是沛哥很多層樓派 而且我們覺得這種工業風潮式的大燈 所以我們就打了紅燈跟藍燈 好啦 那我們照片看的差不多 我們現在要趕快前進下一個地方 其他 這是我們自己蓋的土屋 之前有去海邊淨灘嘛 撿了非常多的廢棄物 然後還有一些廢棄玻璃 我們就想做一個示範 那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自己完成這個自然建築的土屋 這邊就是開放的 那只要任何有興趣的朋友 就像阿金這樣子跟我們聯絡 然後我們就可以安排你走 跟阿金一樣的路線喔 你說走進那個焚化廠面嗎 對 是可以的 因為焚化廠大家知道它還是處理垃圾嘛 它是終端處理 那我們也會希望說從源頭去減量 出了垃圾的議題又減量啊 回收再利用啊 環保 這些議題都是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包含阿金剛剛走的導覽路線都有 大家之後如果有機會呢 可以來這邊體驗看看 來找銀芳老師 一定要來喔 對 好 那我們就前進下一個地方 Go 哈囉 我們現在要來到了海邊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很多被侵蝕的石頭 還有大海 然後還有超級大的太陽 我們現在來到了小野柳 然後旁邊它還有一個小野柳自然教室 這邊還有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有很多寄居蟹 大家應該都知道寄居蟹就是會換殼 然後之前就很多新聞就會報說 喔寄居蟹它找不到殼 所以它只能用什麼寶特瓶蓋啊 在它的家 這邊它等一下有個地方 就是可以讓寄居蟹自己去換殼 我們等一下去看 那奕萱你覺得在海邊 這種地形你會覺得要怎麼拍比較好 那這種其實就可以利用它的地形 然後拍這種 喔你都在石頭裡面啊 或者是海水看有沒有可以有些倒影啊 喔喔 而且阿正也要穿白色的洋裝 對 感覺整個超適合這裡 buzz 扶 轉 轉 轉 - 蒲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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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汗已經流到不能再流了 - 可是我覺得很開心 - 因為我今天穿這套白色衣服 - 然後在海邊拍我覺得超微美的 - 我剛剛有偷看幾張 - 像小婚紗之類的 - 開心 - 剛剛那邊真的很漂亮 - 有點像是那種國小地理課本裡面會出現的場景 - 但野柳也蠻像的 - 所以這邊才會有一個小野柳之稱的 - 大家來台東的時候可以來這邊玩 - 然後我們現在呢要去最好玩的就是 - 寄巨蟹換殼 - 我們去看 - 哈囉大家 - 我們現在來到了鹿野鄉 - 但是呢我們今天不是來看熱氣球 - 我們今天是來到 - 就是永安社區這邊 - 然後有很多的茶園跟果園 - 然後我們今天要在這邊拍照 - 所以我今天就來當彩茶姑娘 - 因為其實這個景色是非常對稱 - 然後就是整個綠 - 所以其實都是綠葉怎麼拍都好看 - 所以我們其實就讓阿金換了一個超顯明的白色的裙子 - 其實就是衣服搭配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景色 -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綠色的那種景色啊 - 然後拍一些阿金跟這個樹葉 - 互相互動啊 - 或是在這個茶道間跑步的感覺 - 這樣 - 好 我們剛才已經在那個茶園已經拍完了 - 然後剛才超級大 - 然後怎麼拍都超好拍 - 真的拍得很過癮 - 只是呢 - 因為天空已經要黑了 -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到麗人農場 - 我們要來拍這邊的果樹 - 很期待 - 這是木瓜 - 你看皮人還高的木瓜 - 喔 - 這是百香果 - 喔 百香果長這麼高喔 - 喔 百香果長這麼高喔 - 不愧是有接果人 - 我們剛剛有拍到火龍果啊 - 還有巴勒啊 - 還有樹葡萄 - 還有各種各式各樣 - 很多很多 - 對 不同的國式 - 然後我覺得我剛有拍到一組照片 - 就是超美 - 有一種歐洲的氣息 - 然後很像什麼傲慢與偏見的那種 - 小婦人啊 - 對對對對 - 那個小說裡面才會出現的那種風景 - 好 不說了 - 我們可以逃 - 這邊超多蚊子 - 好 拍完了 - 我們現在要回到麗人農場的教室 - 沒錯 - 然後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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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麗人農場 - 讓我們今天在這邊拍這邊的果樹 - 但是呢 -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 就是大家知道我的專輯 - 是我自己用回收紙再生做成的嘛 - 那我專輯呢 - 其實再生紙會需要一些長纖維的紫漿 - 所以呢 - 麗園農場這邊他們也有在做 - 鳳梨做的手抄籍 - 沒錯 - 有這邊的課程 - 所以其實他們呢 - 也提供給我們 - 他們用鳳梨葉做成的紫漿 - 非常感謝麗園農場 - 他們的鳳梨紫漿 - 可以讓我的專輯變得更強壯 - 你看沒有想到你們平常吃鳳梨的外殼 - 就可以變成一個扇子 - 好熱喔 - 來扇一下 - 來扇一下 - 所以商品是用這一種的 - 沒有錯 - 對 所以大家都 - 可以聞一下你收到的專輯 - 看會不會有鳳梨的香味 - 會有嗎 - 大家聞一下 - 專輯到時候如果有訂購的人 - 你收到的話 - 你會發現沒有一張專輯長的一樣 - 然後你會看到他們上面可能有一些點點啊 - 或是可能會有一點點像這樣子粗粗的 - 它其實就是鳳梨 -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 並不是沒做好喔 -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 我們這個用鳳梨葉子 - 實際上它是算是對農民來講 - 它是農業的廢棄物 - 對 - 我們用農業的廢棄物呢 - 再拿來做手抄子 - 農費的再利用 - 它是更環保的 - 所以用這個呢也支持你的唱片 - 希望你的唱片能夠 - 旺旺旺 - 非常的旺大 - 大賣這樣耶 - 收到專輯的人 - 接下來今年都會好運 - 好運 - 旺旺來 - 哈哈哈哈 - 這個 - 所以在永安這邊呢 - 其實它除了鳳梨手套子之外呢 - 它還可以做雷茶 - 還有雞茶 - 沒有錯 - 所以這邊其實有很多課程 - 大家歡迎之後可以來 - 然後 - 拍到之旅其實 - 其實 - 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 - 但是非常的 - 充實 - 對 而且其實它今天那台相機真的是 - 超級重的 - 我其實拿那台相機到現在還是怕怕的 - 喔 - 你看你跟我的臉比 - 超級讚 - 跟你的臉比 - 拍到真的很有趣 - 但是同時非常的累 - 所以我們今天一口氣跑了這麼多點 - 常常都是在有太陽的狀況底下 - 但是呢很開心 - 跟一軒每次出來就可以拍出一些美照 - 有這種朋友 - 這是三生遊戲 - 總之呢 - 非常開心就是來拍照 - 接下來一個月的IG貼文呢 - 為什麼擔心了呢 - 喔 - 喔 - 然後非常再次 - 感謝雲芳老師這次呢 - 帶我們去這麼多這麼棒的景點 - 辛苦你了啦 - 每次都帶我們去那麼多地方 - 那大家以後呢 - 其實來台東啊 - 除了可能去熱門的看熱氣球啊 - 或者是去溯溪啊 - 也可以來我們今天走過的這些環境教育場域 - 因為呢 - 它這邊除了有很美麗的風景 - 可以拍很多美麗的照片之外呢 - 它其實有很多課程 - 大家可以來這邊看看 - 學習豐富的知識 - 沒有錯 - 所有今天相關的資訊呢 - 我都會放在資訊欄裡面 - 大家記得要點進去看喔 -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 別忘記幫我按讚 - 留言跟分享 - 大家可以去語句的 - 哭哭一軒 - 哭哭一軒 - 要一對龍拿 - 我們就要見囉 - 掰掰 - 耶 - 那年我們的快樂 - 還有不愉快 - 匆匆求盡大海 - 坐著發達愛 - 畫著記憶的那一片天 - 二零零一年 - 還要像無間的queة - 午餐 - 可惡 - 消失 - én